好家伙 这个骑着小店驴眼看就要起飞的小伙叫白大 毕业不到两年半的他居然换了九百多份工作 完了完了 要超时了 工作又不保了 就在他风驰电车之际 突然从马路的右侧窜出来一个小女孩 白大来不及思考 本能地向另一侧躲闪 结果一头撞向了迎面驶来的大火车 撞人了 快来人了 别愣着了 快叫救护车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悲催 从小到大我一直在走别人说的路 听别人说的话 读书的时候 父母说考个大学才能有工作 考上大学后却发现学历内据严重 后来又说好工考研才能有好工作好人生 可我只是个平凡的人 我只想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干下去 可为什么我总是处处碰壁 总是事与愿违 为什么 检测到宿主白大的求生意愿 检测到不干 逆转人生之随即美食系统已启动 系统自由度极高 请宿主自行探索 医生 他醒了 醒了就好 你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没有大碍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在生死边缘走过一遭后 白大忽然感觉别人的目光和话语都不重要了 不考工考研 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又如何 好好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活下去 不就是最大的体面 最大的幸福吗 爷爷 您身体给您来电话了 你小子跑去哪了 第一天上班就被客户投诉 你压得还想不想干了 我告诉你 你今天的工资没了 另外再扣你五百 老板 你稍等一下 稍等什么 你赶紧回来把罚款交了 不然 你稍等一下 我再想想该怎么骂你 你他喵的无良破公司 一个月两千块 还想让我给你当牛座吗 动不动就罚款罚款 我每天去街头要饭 都比在你这赚得多 还在我这里摆高姿态 笑死嫩蝶了 年轻人 你是真不知天高地厚 信不信我让全行业封杀你 来 快点来封杀我 我不干了 挂断电话后 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 怅然的感觉席卷全身 回到出租后 白大迫不及待地召唤出了系统 逆转人生系统之美食篇 宿主 白大 等级 厨字两级 已获得菜谱 紫米饭团 真不可思议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获得系统 可是菜谱后面的生疏又是什么意思呢 白大没有多想 立即去楼下超市买回制作饭团的原料 然后根据菜谱上的制作方法 开始实验起来 紫米饭团熟练度加一 原来做菜是可以增加熟练度的 如果把一道菜的熟练度刷到顶级的话 那味道是有多好吃呢 紫米饭团熟练度加一 紫米饭团熟练度加一 紫米饭团等级达到熟练 紫米饭团熟练度加一 紫米饭团等级达到完美 看着桌子上满满当当 而且还飘有文字说明的饭团 白大心中生出了一股巨大的满足感 让我来尝尝完美的饭团 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 一口下去既能咬到香甜的紫米 又能吃到其中各式各样的配菜 这真的是我做出来的饭团吗 这也太好吃了吧 一口接着一口 很快整个饭团就被吞入肚中 这么好吃的饭团不拿去摆摊 太可惜了 好 我要从摆地摊开始逆转我的人生 现在这个点正好是学生放学的时候 也是大学生们集体出动觅食的时间 于是白大把目光锁定在了 距出租不远的大学城 此时街上已经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小吃 而刚下课的学生们也纷纷出来觅食 在各种摊位前流连 好生热闹 新手任务已更新 在一个小时内卖出所有饭团 奖励技能美食鉴赏 美食鉴赏能让您拥有品鉴 所有食材食物的能力 这个技能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可是一小时内把这些饭团卖完 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白大已经做好了任务失败的准备 毕竟比起其他热乎乎的小吃 有多少人愿意去吃这种 冷不溜秋的饭团呢 糍米饭团 这玩意好吃吗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样子嘛 大晚上的吃啥饭团啊 听说前面有一家新开的砸碎面 走 我们吃面去 好不容易招揽来了两个顾客 结果人家只是嘲弄了一番 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看着其他的摊子是热火朝天 人潮涌动 而自己的摊位前却没有一个顾客 冷清至极 老板 这个饭团我能先尝尝吗 眼前的男生叫杜文硕 是一名在校的知名探店博主 今天是我第一天出门摆摊 而你又是我的第一个客户 所以这个饭团全当我送给你的 好吃的话记得常来光顾 老板 就算你送我一个 我也会实事求是评价你的紫米饭团 又是一个想靠贿赂我 获得流量的老板 哼 别以为送我一个小饭团 就能收买我 不好吃的话 我照样曝光你 杜文硕为了不唠人口舌 给白大扫了七块钱 然后拎着饭团就离开了 虽然对方可能误会了自己 但是白大对自己的饭团很有信心 毕竟那可是熟练度达到完美品质的饭团 此时新开的杂碎面店外排起了长龙 想去店里坐着吃 估计得等很久 所以杜文硕决定打包带回去吃 回到宿舍后 他率先吃起了最近热度很高 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杂碎面来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萝卜没挑过 筋太多 失败 猪皮煮得太烂 没嚼头 失败 猪血又烂兮兮的 一家就散 失败中的失败 啥也不是 还有不到二十分钟就一个小时了 可是饭团一个也没卖出去 看来系统派发的这第一个任务 只能以失败告终了 就在白大准备收摊回家之时 杜文硕带着一群学生 风风火火的从街口跑来 就是他 同学们 快把他拦住 别让他跑了 难道是饭团不好吃 所以找人来拆我的摊子了吗 你们这是要干嘛 老板 还好你没走 你这饭团太好吃了 我那个买回去才吃了一口 就被这几个土鳖抢去分食完了 大家都没吃过瘾 所以我就领了他们来找您了 原来是来找我买饭团的 怎么整着死出好像要干账一样呢 老板 一个七块钱是吧 我要三个 给我来两个 我要两个 老板 也得我打包两个 转眼间就卖出了十四个饭团 算上之前卖出去的那一个 任务进度已经过半 而杜文硕几人拿到饭团后 一个个都迫不及待的在小摊前大口大口的啃食起来 一个紫米包饭 有这么好吃吗 这些人该不会是老板雇的托把 等等 那不是最近咱们学校很火的探店博主杜文硕吗 他怎么也在这里 他昨天不是发文说 今天要去探店那家特别火的砸碎面吗 怎么到这里来了 依我看都是生意 什么毒蛇 什么永远不受贿赂 那都是人设 我觉得杜文硕就是老板请的托罢了 几位同学 你们要不要先尝尝 尝完之后你们就会知道 他们到底是不是我请来的托了 我和老板完全不认识 至于你刚才说的砸碎面 他的次品我明天会出 可是这东西顶天了也就那个味 好吧 我倒要看看能好吃到哪去 怎么回事 这真的只是简简单单的饭团吗 为什么能做的这么好吃 一口接着一口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碟子上的饭团就被干掉了一大半 真有这么好吃吗 妈呀 受不了了 我也要尝尝 老板老板给我拿两个饭团 不 我要三个 算了算了 剩下的我全要了 疯了吧 你全要了我们吃什么 老板 给我拿五个 我要五个 其他人健壮 也纷纷加入了这场饭团争夺战中 短短一分钟 剩下的十五个紫米饭团 全被一扫而空 连渣都没剩下 紫米真的恰到好处 软软诺诺的 吃到嘴里还有一股浅浅的甘甜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老板 你明天早上还出汤吗 我想来每点当早餐吃 对啊 明早要是吃不到这个 我会死在早八的课堂上的 求求你了 让我明天早上也吃到这个吧 那些没有抢到饭团的同学 只能一边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吃 一边不停的责怪自己 都怪我 刚才如果不犹豫那两秒吧 现在不就能吃上了吗 任务已完成 恭喜宿主成功获得技能美食鉴赏 没想到任务就这样轻而易举完成了 前四十分钟只卖出了一个 还以为任务铁定完不成了 没曾想却在最后十分钟不到狂卖二十九个 获得美食鉴赏后 短短几分钟 周围小摊上食品的质量 就被自己摸了个一清二楚 这还摆什么摊啊 直接去食品卫生监督局上班算了 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 新手礼包已发放 请查收 获得食谱 豆浆油条 豆浆油条 这是准备要我早上去卖早餐的节奏啊 第二天 卖白菜了 比里刚长出来的大白菜 新鲜得很 快来买啊 买肉了 新鲜的猪肉 快来瞧一瞧 看一看啊 来吃包子了 新鲜出炉的大菜包 大肉包 为了那点破利益 有些人真的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来啊 余生自求多福吧 你们这帮骇人不浅的魂球 白大在菜市场里转悠了很久才买齐了豆浆油条的原料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辆看似普普通通 却拥有华丽标签的三轮车霸占了他的视野 我摆摊正好缺一辆座驾 而且这三轮车这么牛叉 就算花再多钱我也要把它买下来 小车虽然看起来有一定年份了 但被保养得很好 车身上甚至没有一丝落灰 看得出主人每天都有在仔细擦拭 想要这辆车吗 想要 太想要了 这就是我的梦中情车啊 这是我家的车 车子有些老旧了 但是没什么损坏 我爸妈年轻的时候 就是靠着这辆车把我拉扯大的 现在车子也不要了 我看得出你是真的喜欢 一百块你骑走吧 白大还以为对方会狮子打开口 没想到才只要一百 行 一百块我现在就转给你 我准备去摆摊做生意 就缺这样一辆小三轮了 好的 你快点吧 女人左顾右盼 似乎有些着急 你把钱扫我微信上就可以了 可是白大刚把钱扫给女人 正准备骑上车子回家时 一声怒气冲冲的抱贺从不远处传来 住手 放开那辆车 谁准许你动我的车子了 那可是我的车 你个臭丫头 谁准许你卖我的车了 那是你娘留给我的东西 谁准许你卖的 老头看上去被气得不轻 脸色胀得通红 你们这一天天的就想着卖我的车 你知不知道 当年我和你娘就是靠这辆车 把你拉扯大的 老头说完后便掏出一块抹布 动作轻缓地擦拭着车子的每一处细节 仿佛眼前的三轮车 就是自己阔别多年的爱人 爸 你不能在这个样子了 妈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你为什么还有一天到晚守着这辆车子呢 车子我今天已经卖了 钱人家也付了 从今天起之就不是咱们家的车子了 玉霞 我真的很想再吃一次你包的饺子 我自己尝试过很多次 但每次都包不出那个味道 丁 触发奇异任务 中信后的念想 中信后的妻子李云霞与五年前离世 中信后一直对妻子念念不忘 他们年轻时摆摊用的三轮车成了对妻子思念的寄托 中信后一直想在尝到妻子生前最爱包的蒸饺 请完成中信后的心愿 帮助他再一次吃到妻子最拿手的蒸饺 宿主可选择接受或拒绝 任务奖励 南瓜蒸饺 小摊改造升级套件 老爷子 您说想再吃一次妻子做的饺子 我虽然是个业余厨子 但还是会做点菜的 我可以尝试去做一下那饺子 如果您吃了满意的话 这车我就骑走 如果不满意 那我就不要这车了 你觉得怎么样 小伙子 你都花钱了 这车自然是你的 只是自我母亲走后 父亲他念旧 经常一整天都坐在这里擦拭这车 厨子之外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我之所以把车卖掉 是不想看他这样颓废下去 你还是赶紧把车骑走吧 可是 算了算了 你说的对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是时候放下了 年轻人 刚才是老头子我糊涂了 走吧 你快把车骑走吧 除了云霞 再也没有人能做出那个味道了 再也没有人了 钟文秀看着父亲苍老的背影 心酸的泪水夺框而出 母亲因病去世后 父亲仿佛一下苍老了很多 原本还算明朗的身子骨瞬间颓膛了 就连头发也在短短一星期内变得苍白 不好意思 让你看笑话了 我父亲一直是这个倔强的性子 母亲走后就更加绝了 谁都说不动他 你把车子骑走吧 至于刚才那些话 就倒是没听过吧 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车子我先放在这里 等我做出饺子 完成老爷子的心愿后 我再来拿 还有 车上的这根红绳能不能送给我 这是车子刚买回来的时候我妈绑上去的 可是你要它来干嘛呢 或许 它能帮助我做出一样的饺子 系统 你要的红绳我拿回来了 请问怎么使用 这是一根包含着中信后和李云霞记忆结晶的红绳 你只要双手握住它 然后在心里默念握石嫩蝶三次 你就能看到红绳内储存的记忆 卧室嫩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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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想必就是年轻时候的中信后和李云霞吧 李姑娘 你这么老远嫁过来 路上舟车劳顿的 真是难为你了 什么李姑娘 你该改口叫老婆了 云霞 你嫁过来也有两年半了 我不仅没有让你过上好日子 还因为生意失败 把家中为数不多的资产都赔了进去 别人家里过年欢天喜地的 而我们却寒酸到边个肉饺子都吃不起 肉饺子算啥 咱们不稀罕 我今天包的这个饺子是我们家那边的特产 好吃得很累 别说肉饺子了 就是拿金子来我也不换呢 云霞 对不起 都怪我没本事 让你受苦了 怎么说呢 我当时之所以远嫁到这里 是图你的人 而不是图你的钱 我有手有腿的 如果你对我不好 我老早就跑了 哪会在这里给你包饺子啊 幸好 困难只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再高的砍 咱也能迈过去 云霞 云霞你快出来 希望这条红绳 能保佑咱家平平安安 吉祥如意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现后和文秀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 轻轻拍着我肩膀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 愿意和我分享 日子那么长 你们都别难过了 等我出院后 就给你们包最爱吃的蒸饺 中信后和李云霞 是最平凡的普通人 没有大富大贵 没有气韵通天 挣的钱只够拉扯文秀长大 却不够保住自己的命 白大一瞬间 理解了中信后 对于那辆小车的执念 小三轮上承载的 不是他自己 而是那份 对于失去爱人的深切思念 包含回忆的红绳 已使用 获得食谱 南瓜蒸饺 这个南瓜蒸饺 我一定要复刻出 相同的味道来 因为这不仅是中信后 和中文秀的心愿 也是李云霞最后的心愿 说完 白大点击使用了 系统面板上的菜谱 一阵短暂的闪白转场后 他再次出现在上一集 李云霞包饺子的房子里 此时的李云霞 正站在桌子前和面 条线 包饺子 每一道步骤 都被一旁的白大尽收眼底 铭记于心 在准备好所有材料后 白便按照李云霞的方法 开始做起饺子来 导弓熟练度加一 导弓熟练度加一 到达基础导弓 和面熟练度加一 和面熟练度加一 达到面食爱好者 随着技能点的不断增加 白大包蒸饺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平常吃的都是猪肉馅的水饺 这南瓜馅的蒸饺 还是第一次听说 香 实在太香了 劲道的面皮和绵软的南瓜 相辅相成 细腻丰富的口感 再加上 沾了酸辣可口的蘸料后 那香味直接达到了顶峰 让人陶醉其中 欲罢不能 不到两分半的时间 一龙踢的饺子 就被白大消灭得无影无踪 和最常见的肉馅水饺不同 南瓜蒸饺吃得再多 也不会觉得腻弯 反而越吃越香 怪不得李云霞说 拿肉饺子也不换 这滋味实在是太爽快了 此时隔壁家正在吃饭的母子俩 也闻到了飘来的香味 妈妈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臭孩子 别挑食 快吃你的 还别说 这味道是真香啊 好吃是好吃 但是系统提示 味道和李云霞做的不一样 再来 经过反复观看李云霞的制作步骤 以及自己两天零十二个小时的 多次尝试 一个完美的南瓜蒸饺 终于光荣诞生了 另一边 那个卖饭团的老板 怎么还不出摊啊 都已经两天没见到他了 是啊 我在美食街附近 连着找了他两天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现在我只要一闭眼 脑海里全是上司吃的紫米包饭 可不是 我一想到就流口水 那天怎么没想到 家老板的微信呢 真糊涂啊 那老板不会不摆摊了吧 老爷子 你还记得我吗 车子我已经检查过 并且也擦干净了 所有零件我都更换了 除了看起来有些老旧外 其他一切正常 你赶紧骑走吧 老爷子 你等等 按照上次说好的 我这几天试着做了 您上次提到的饺子 你来尝尝吧 如果是您记忆中的口味 我就骑走着车 如果不是的话 车子我就留给您 白大说完 便打开了手里的保温盒 随后一股极其熟悉的香味 朝着忠信后扑面而去 这 这是 我也调配了蘸料 您尝尝 看看是不是那个味道 小伙子 你有心了 谢谢你的蒸脚 这辆车你骑走吧 钱我会让文秀退给你 老爷子 你还是先尝尝再说吧 忠信后不急不慢地 加起一个蒸脚送入嘴中 然后缓慢地咀嚼着 没错 就是这个味 和云霞包的蒸脚一模一样 五年来 这个刻骨铭心的味道 一直在我脑海里浑牵梦营 我以为我再也吃不到这个味道了 没想到今天居然 老头话还没说完 就迫不及待地 加起了第二个蒸脚 两个饺子下肚后 老头被辣的眼角 呛出了泪水 可即便这样 也没能动摇他 继续干饭的决心 快来尝一个饺子 我放了很多辣椒 你快吃一个 吃完就不冷了 好吃 真好吃 就是辣了些 不过正对我的口味 你喜欢吃就好 我以后顿顿给你包 小伙子 谢谢你啊 紫云霞走后 我就再也没尝过这个味道了 爸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文秀你快来尝尝这个饺子 这味道好熟悉啊 难道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错 一模一样的味道 小伙子 没想到你仅靠一根红绳 就真的把我母亲的味道 给复刻出来了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尝到了 阔别已久的味道 小伙子 就按之前说的 你把车拿走吧 我让文秀把钱退给你 我的老伙计 你也休息这么长时间了 是时候让你出去继续发光发热了 小伙子 答应我 以后你要好好善待他 把他当自己家人一样爱护好他 你们放心吧 我会的 奇异任务 中信后的念想已完成 获得道具 小摊改造升级套件 获得 幸运的小三轮 登上次车去摆摊 每日健康有保障 预见城管的概率减50% 遇到特殊食客概率 加50% 售卖出的食物 可帮助食客 更加顺利安康 卧槽 这简直就是神级三轮嘛 不仅能减少碰到城管的概率 卖出去的食物 还能帮助顾客 增加幸运值和健康值 QB 第二天早上7点 白大骑着小三轮来到了扩别三天有余的美食街 早上的人流量大 白大刚找到摆摊位置 就有学生来到摊位前询问了 老板 你这里卖的是什么 南瓜蒸饺和豆浆 蒸饺十元一份 豆浆两元一杯 要不要来一份尝尝 南瓜馅的饺子 从没听说过 我还是想吃肉馅的 没有肉馅的蒸饺吗 不好意思 现在只有南瓜馅的 算了吧 我们去吃隔壁的小笼包 大早上还是想吃点肉 不然嘴里总觉得缺点啥 没多久 隔壁的小笼包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而白大的摊子钱依然冷冷清清 种酒还是太嫩了 连闲在了念情人 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就出来摆谈 能有省意猜怪 而且想必鱼铺捅了柔馅 我这个假门响了了鹤乘肉 问起来更香 更能在底一烟抓住人的烟臭 纯科技的小笼包 又是一个无良商家 这时候 一个脚步虚浮 看起来面黄肌瘦 营养不良的女生 还到了攀位前 丁 遇到特殊时刻 触发奇异任务 苏菲的厌食杖 自小肥胖的苏菲 被同学戏称为小肥猪 上了高中的她减肥成功后 就对兽产生了病态的追求 因此还换上了意义账 请宿主治愈苏菲的厌食杖 带她重新领略美食的美好 好久都没有来学校附近的美食街了 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 还是上一次 哇 前面有人在卖小笼包 对 你要不要也去吃一点 算了 我今天不太想吃肉 你们去就好了 好吧 但是出来的时候 你可答应过我们 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吃饭的 对呀 你再不吃饭的话 我害怕哪天起床 发现女人没了 两个摄友朝着小笼包的摊子 飞奔而去 苏菲则在白大的小摊前停了下来 老板 你这卖的是什么 是南瓜蒸饺 要不要来一份 南瓜蒸饺 素的呀 那给我来一份吧 再来一份不加糖的豆浆 好嘞 白大马里的夹起十五个蒸饺装盒 然后又盛上一杯热乎乎的豆浆 一同浇到苏菲手上 菲菲 你买的什么呀 纯素的饺子吗 怎么闻着这么香啊 南瓜馅的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们要不要尝一尝 反正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算了算了 我不爱吃素饺子 再说你这么瘦 是该多吃一点了 素饺子有啥好吃的 我还是喜欢吃肉馅的 苏菲没有再理会两个摄友 只见她夹起一个蒸饺 在湛水里蘸了一下 然后慢吞吞地送入口中 这味道 苏菲睁着铜铃一般大小的双眼 惊奇地看着盒子中的蒸饺 怎么回事 我居然还想再吃一个 天呐 我怎么会有这种荒唐的想法 不行 我会吃胖的 但是南瓜热量好像也不高 再吃一个应该没事吧 实在太香了 以前怎么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蒸饺呢 豆浆的香味也非常浓郁 口感润滑 喝到胃里暖洋洋的 有一股说不出的舒坦 两个摄友看到苏菲吃得这么香 震惊得差点没当场大小便失劲 这还是那个一片面包 磨磨磨叽叽吃一天 一包薯片一个星期都吃不完的苏菲吗 不是 有这么好吃吗 居然让厌食症的苏菲都吃得这么上瘾 来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仙道的蒸饺外皮和绵软的南瓜馅 完美吸收了蘸料的酸辣味 尝起来真叫一个绝了 看着手里还没吃完的小笼包 顿时感觉一股刺鼻的香精味直冲脑门 让人难以下咽 太腻歪了这个味道 怎么刚刚就没吃出来 不行 我要去买南瓜蒸饺来吃 看来这玩意真的不错啊 我也要去买一份 好像还没吃饱 要不再来一份 真的太香了 姐妹们 我要开动了 真有这么好吃吗 老板 给我来一份蒸饺 给我来两份 老板 我也要两份 在几个路人学生的带头下 来小摊买蒸饺的人越聚越多 家人们 早起上课的人有福了 今天在校门外的美食街这边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蒸饺 绝对不是拖 超级好吃 想吃的麻六点过来了 喂 什么 又有新的小吃摊了 可是这饺子看起来很普通的样子吗 真的会好吃吗 等等 这个摊主不就是前几天卖饭团的那个老板吗 杜文硕激动的从床上蹦了下来 大家快起来快起来 紫米饭团的老板回来了 大早上的草草嚷嚷干嘛呀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吃饭哪有睡觉重要啊 昨晚打了一晚上的游戏 困死爹了 你就别在那狗叫了好吗 这可是你们说的 到时候千万不要后悔呀 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 白大准备的三十份南瓜蒸饺 就已经卖出了二十六份 老板老板 我没来迟吧 原来是你啊 没来迟 还剩下四份蒸饺 要不要来一份尝尝 看着蒸笼里香气扑鼻的饺子 杜文硕感觉此刻的自己能生吞一头牛 给我拿两份蒸饺和一杯豆浆 闻着都这么香 不知道吃到嘴里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此时早已饥肠碌碌的杜文硕 迫不及待地夹起了一个饺子 就往嘴里塞 哎呦我去 这饺子真的无敌了 没想到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玩意儿 居然如此美味 一阵毫无人性的狂轰问杂后 两份蒸饺和豆浆都被杜文硕舔食的一干而净 大早上的来这么一口 实在是太让人满足了 随后他还在宿舍群里发表了嘚瑟感言 早起的人有蒸饺吃 没想到紫米饭团老板做的蒸饺也这么好吃啊 真的太满足了 怎么会有人吃蒸饺不叫我 什么 是那个卖紫米饭团的老板吗 狗东西 有好吃的居然不叫我们 谁说我没叫了 是你们自己不来的 快快快 快把我们每人买一份回来 就当你一次将功补过了 可当杜文硕再次回到小摊时 却发现白老板的蒸饺早已卖完 老板你明天还来卖蒸饺吗 我是真没吃够啊 能加一下你微信吗 什么时候出摊跟我们说一声呗 我明天还会出来摆摊的 早上七点 准时准点 没想到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子 竟然能做出这么优秀的饺子 不行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的生意会被他抢走的 哼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 喂 是灰哥吗 美食街这边有个人卖的蒸饺太好吃了 我怀疑他在里面加料了 你们快带人来查一下他 这雨怎么说下就下了 我今天特喵的还多准备了几龙的蒸饺 这下好了 全砸手里了 虽然是下雨天 但时刻们总要吃早餐吧 而且这种鬼天气能出摊的人肯定很少 甚至没有 所以今天的美食街说不定真就被我包园了 然而小三轮刚骑出不到250米就突然停止不前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动不了了 小三轮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拽着 任凭白大怎么折腾也挪动不了半分 什么破车啊 这不耽误是吗 可当白大将车子调转方向后 他又恢复了正常 真是见鬼了 难道是三轮车不想我去美食街摆摊吗 在这种情况下 白大只能选择相信小三轮 毕竟他可有着系统认证的幸运棒 既然美食街去不了 那就去旁边的写字楼看看吧 今天怎么回事 怎么一个做生意的都没有 对啊 以前就算是地震刮台风都会有人出来摆摊的 今天真的很奇怪 杜文硕皱着眉头扫视了一圈 顺势明白了一切 只见不远处停着一辆城管的车子 而车内的几名城管正虎视眈眈的盯着这边的一切 怪不得大家都不敢出来摆摊 怎么一大早就有城管来抓人了 这有点不对劲啊 对啊 要不是群里提前有通知 我就差点遭殃了 我觉得肯定是有人举报了 那个新来的小伙子不在我们群里 也不晓得他知不知道这件事 希望他自己运气够好 不然被狗一下的话 一个月就白干了 小子 这次你可又遭殷了 老板 今天校门口有城管 千万别来 其他小摊也没有来 我刚出来也看到了 谢谢各位的通知 今天暂时不去美食街摆摊了 老板 你今天去哪摆摊 我还没吃早饭呢 今天在茂商大厦底下 距离学校比较远 大家就别跑这一趟了 今天那家卖菜加摩得好像没有来 也不知道吃点啥好了 怎么多了一个卖早餐的摊子 以前从来没见过 老板 你这里是卖什么的 多少钱一份 南瓜蒸饺和豆浆 蒸饺十元十五个 豆浆两元一杯 南瓜馅的吗 从来没吃过 来一份尝尝吧 当白大掀开蒸笼的盖子后 一股浓烈的南瓜香味 混杂着暖乎乎的热气 把一文凌熏得格外的舒服 来 这是你要的蒸饺 外表也就普通蒸饺的样子 但闻起来确实很香 让我来尝尝看看它味道如何 香辣的蘸水混合着软烂的南瓜内馅 在口腔中交织出了一股奇妙的滋味 每一次咀嚼都能带来更丰富的口感体验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而且在这阴雨绵绵的早上来一口暖乎乎的蒸饺 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体验嘛 你在吃啥呀 闻着挺香的 兄弟 这么一大碗你应该也吃不完吧 需要我来帮帮你吗 这蒸饺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我下次再给你带好吃的 什么 这个不好吃吗 我的三明治很好吃的 在楼下的便利店买的 那我勉为其难跟你换一下吧 三明治 这种干巴巴的东西 我早就吃腻了 不换 这种罪还是让我一个人受吧 我怎么忍心让兄弟你受苦呢 拿来吧你 这种热乎乎的感觉太爽了 怎么南瓜县的饺子都能被做得这么好吃啊 这时候要是再来一杯热乎乎的饮料 我都不敢相信会有多幸福 你小子快告诉我在哪里买的 我真的不想再吃三明治了 半个小时才卖了一份蒸饺 而且这雨不淡没有要停的意思 反而好像越下越大了 隔壁安心早点的摊主也因为没有生意而收摊走人了 算了 我也收摊回去吧 没必要待在这受罪了 正在此时 几道熟悉的身影打着伞从不远处走来 白老板 总算让我们找到你了 杜文硕几人每人要了三份蒸饺和一杯豆浆 这玩意儿一天不吃浑身难受啊 我差点还以为今天吃不上了 幸好白老板你出来摆摊了 老板 也给我打包三份蒸饺 白大没有想到患有厌食症的苏菲 为了一口蒸饺居然会在下雨天主动来找自己 而当他查看系统得知 苏菲的厌食症治愈进度已经达到了35%的时候 他顿悟了 没想到就吃了一次饺子 厌食症就治愈了35% 看来只要让他再吃两顿 我就能完成任务了 怎么回事 刚才还冷冷清清的小摊 怎么突然就来了这么多人 而且一个人还买了几份 卧槽 咱们得快一点 别一会被抢完了 不是 这下雨天的怎么还有人来抢早餐啊 不知不觉 一些收到丰盛的老师课们 也都陆陆续续地赶到了现场 白老板 你的手艺真的太棒了 我打算过几天出一期视频 这么好的手艺 我希望有更多人的知道 对 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 一定要分享出去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自从吃了白老板的蒸饺 我感觉我最近的运气都变好了 没错 我不仅感觉运气变好了 就连最近做事干活都有动力了 真的好神奇啊 另一边 丁城等了一早上也没等来白大被城管逮住的消息 反而被叫来帮忙的辉哥训了一顿 转悠了一上午也没见到人 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话就别乱搞 我很忙的 辉哥 真的对不住 那小子每天都准时准点来的 人也没在全里 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今天怎么就没来 挂掉电话后的丁城越想越气 好小子 今天算你运气好多过了一截 下次就不一定了 家人们 昨天我刷到一个视频说 这边有一个蒸饺做的特别好吃的摊子 我感觉那就是个营销号 大家请放心 我打假二哥今天来到这 就是为了揭穿他的丑陋阴谋 老杜 你昨天下午发的视频都已经突破十万赞了 这下你又要火葬一把了 我觉得 我的应该是卖蒸饺的白老板 你们看看这些人 肯定是冲着视频里白老板的蒸饺来的 炒作 绝对是炒作 我就不信一个普普通通的南瓜馅蒸饺 它能好吃到哪去 就是啊 现在的人做生意真的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了 为了客流量居然花钱找那些个什么网红来搞营销 还吹得神乎其神的 哼 真有那么好吃的话 我今晚就直播倒立吃马桶 兄台 你好勇啊 就是你这体型 一顿骑马能干掉三个马桶吧 什么情况 怎么一大早就来了这么多人 大家快看 那个不是视频里卖蒸饺的老板吗 没错 就是他 我认得出他左耳的第十八根头发是开叉的 南瓜蒸饺十元十五个 肉蒸饺三十元十五个 老板你这价格有点黑心啊 价格也还好啊 肉馅的饺子本来就会贵一点 还有你要是不买的话 能不能让让到 我还想买呢 对啊 嫌贵的就闪一边去 谁说我不买了 老板 我要一份荤素搭配的蒸饺和一杯豆浆 家人们 我已经拿到蒸饺了 十五个花了我二十块钱 咱们现在就去找个地方吃 什么蒸饺要两块钱一个 金子做的吗 以我看那条视频完全是被刷上去的 就是一个营销后罢了 再好吃也就那个样吧 我可不会傻得为了吃一口蒸饺 跑这么远真不值得 大家放心好了 等我尝完后不好吃的话 我肯定会在网上唱衰他的 白老板 今天还多了一个肉馅的饺子啊 那就两个口味都给我们割几个 各来一份吧 好嘞 家人们 这饺子虽然看起来很一般 但闻着味道确实很nice 然而很多东西都是闻着好吃 吃着差点意思 不知道这个白老板的蒸饺会不会也有这个毛病 不说了 我先替兄弟们尝一尝这个昆肉馅的 味道怎么样啊 急死了急死了 主播看起来好讨嘴的样子 拉个东 我要菜丝了 好不好吃你倒是值一生啊 难怪这蒸饺卖两块钱一个 就这个味道 别说两块钱了 就算卖十块一个我都会买的 家人们 我先收回之前的话 全部收回 这个蒸饺实在是太好吃了 真的吗 真的我可就出发了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等等 我现在怎么感觉主播也是托呢 我们是不是他们play中了一环呢 我真的不是托啊 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在这里预言一波 这个老板的小摊一定会火 而且不是一般的火 是那种全省乃至全国的爆火 在中安市居住的兄弟们可以来尝尝 真的不是我胡说 只要吃过一次 其他蒸饺都会变得索然无味 由于今天来的顾客太多 为了保证大多数人能吃到蒸饺 白大无奈之下只好开始限购 除了之前的干饭四人组 队伍后面的人 包括苏菲在内都只能购买一份蒸饺和豆浆 我看了视频 还以为又是一场炒作 没想到真的这么好吃 我觉得大肉馅的比南瓜馅的好吃 老板用料真实在啊 满满当当的肉馅 难怪买得这么贵 肉的是好吃 但我还是更喜欢南瓜馅的 软软糯糯 吃起来完全不会觉得你 怎么感觉越吃越饿呢 我还想来一份怎么办 你别想了 赶紧回家直播 倒立吃马桶吧 我说今天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顾客 原来是杜文硕这小子 发的视频上热门了 为了感谢杜文硕同学的帮忙 白大根据系统送的炸鸡大拳 做了一大盒不同口味的炸鸡 然后让跑腿送去野坤大学 交给杜文硕 此时的杜文硕正为晚饭不知道吃啥而发愁 学校食堂真的是一如既往的难吃 校外的小吃街也没什么新开的店铺 唯一一家新开的杂碎面又是个割韭菜的东西 杜同学 为了感谢你帮我做宣传 我做了些炸鸡 已经叫跑腿给你送过去了 马上就到 白老板连最普通的饭团和饺子都做得这么好吃 真不敢想象本来就美味的炸鸡 经过他的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大约十分钟后杜文硕就拿到了跑腿送来的炸鸡 这么大的分量我一个人吃完岂不是要胖死去 于是他掏出手机给几个外出觅食的摄友发了一道召回密令 兄弟们速回宿舍有好东西吃 没多久收到信息的几个损友就疯疯活活地赶了回来 什么好东西在哪里快拿出来 是炸鸡我已经闻到炸鸡的味道了 你的狗鼻子真减 没错就是炸鸡 卧槽卧槽这么多 老杜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是不是翻垃圾堆捡到钱了 你爹我啥时候翻过垃圾堆了 这是白老板送的 真的吗 我真的爱死白老板了 看着眼前金光灿灿 同时还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炸鸡 几个吃货实在没忍住 迅速开始了一通接近疯狂乃至惨无人道的无差别啃食 然而就在此时宿舍的门突然被人敲响了 是谁啊 嘿嘿 杜哥 是我梅啊 不好 是隔壁宿舍的老王 他肯定是闻着味找来了 快把炸鸡藏起来 糟了 这是要来抢东西吃啊 刚吃完饭回来 经过这里就闻到香味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也太香了吧 既然眼巴巴地瞅着桌子上的炸鸡 嘴里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就一些普通的炸鸡而已 味道也是很普通 真的不好吃 做得太一般了 真是这样吗 让我来尝尝看看 外皮炸得无比酥脆 内里的鸡肉嫩滑多汁 爽口至极 哎呦我去 这可比外面卖得好吃多了 我还能再吃一个吗 老杜你这也太不人意了 兄弟们 给我上 就这样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炸鸡争夺战就此展开 随后不到两分三十秒的时间 整整一大脸盆的炸鸡就被几人扫荡一空 这一顿吃得真舒服啊 就是感觉没吃饱 我觉得我还能再吃两盆 是啊 真的太香了 老杜 你这是在哪买的炸鸡 快告诉我 这可不是买的 是白老板送的 原来是白老板做的 怪不得味道这么好 白老板 我可以再订购一份炸鸡吗 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敢说我吃过的炸鸡比在座吃过的严寒要多 但我就没吃过这么香脆可口的炸鸡 真的那么好吃吗 那我也要订一份 还有我 我也要一份 这两天如果有人想吃炸鸡的话可以找我订购 因为还要做蒸鸡 所以时间有限 一天我只做六份 一份定价是五十五元 此时正在公司加班的一文林也注意到了群里的消息 于是他没有多想也跟着下单订购了一份 很快 六份订单的名额瞬间被抢空了 自从白大的蒸鸡在网上爆火后 早上的小吃街变得人山人海 在场的小贩们全都乐开花了 真是拖了白小火的福了 这两天的营业额可比之前翻了好几番呢 然而科技小笼包的摊主丁城就不这么想了 因为自从白大出现后 他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好小子 你给我等着 因为顾客比较多 所以不到两个半小时 白大就清空了所有的针脚 苏菲的厌食症治愈进度到达百分之一百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豪华别墅一套以及烧烤大全 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任务就获得了这么大的奖励 当白大根据系统给的地址找到别墅后 房子的外观以及屋内的豪华装修 差点没把他震惊的当场大小便失禁 我的乖乖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 等哪天有钱了 我一定要请几个保姆回来才行 短暂的欣喜若狂后 白大就开始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炸鸡制作 而当六份炸鸡分别被送到六个吃货的手上时 金黄酥碎且外焦里嫩的炸鸡瞬间俘获了众人的味蕾 我亲爱的白老板 再给我来一份 可好呀 好长时间没出来逛夜市了 没想到这边的小吃店还挺多的 而且客流量好像也比美食间那边要大 看着周围五花八门的美食 闻着各式各样的香味 刚吃完饭的白大似乎又感觉饿了 于是他就随便找了个档口点了几串烧烤 可是看着眼前手忙脚乱的老板 还有老板手里比皮鞋还难嚼的牛板筋 白大瞬间了解了他家为何如此冷清的原因了 这样的烧烤真的能吃吗 丁 触发奇异任务 周烤的烧烤摊 由于烧烤师傅请假 年轻的小老板周烤只能亲自上针 请宿主帮助周烤渡过难关 并努力让今晚的营业额达到两千元 什么情况 出来吃个饭也能触发奇异任务 怎么回事 这肉怎么还是生的 这烤的也太老了吧 都快赶上我太奶了 咬不动 根本咬不动 看着满脸愁容的烧烤老板 白大默默地接下了任务 昨天奖励的烧烤大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老板 你这摊子今晚是不是缺烧烤师傅 你看我能不能行 一晚上给我三百就可以了 周烤文言后沉默了片刻 然后开始打量起了眼前不论年纪还是相貌 都和自己相仿的小伙 嗯 你也看到了 我这里是不缺厨师的 但骗用你一碗也不是不行 不过你真的会烧烤吗 马马虎虎吧 老板 可否先让我上手试一试 如果合适了 您再录用我 在争得老板同意后 白大立刻将一把牛肉串放在烤架上开始烤制 随着烧烤熟练度的矩短增加 一把散发着浓郁肉香味的烤串就上桌了 周老板 你来尝尝 看看这味道合不合格 不是 兄弟你真的会烤肉啊 周烤是个有钱且爱吃的富二代 之所以投资烧烤摊 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吃烧烤 不得了啊 兄弟 你这手艺比我请的那位师傅强太多了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鲜嫩可口的烧烤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这个师傅我要了 来来来 赶紧再给我来一把牛肉 好嘞老板 牛肉二十元一把 两把一共四十 请扫码付款 什么 我在自己的摊子上吃点烧烤 你居然还要收我的钱 倒反天罡啊这是 周烤虽然有些不悦 但为了能尽快吃到烤串 最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 对着自己的二维码 扫了四十块过去 支付宝到账四十元 白大这么做 是为了能早点完成系统交付的任务 毕竟一晚上两千元的营业额 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这味道真的绝了 就这手艺 别说三百了 就算一千块一碗 我也愿意给 浓郁的香味 成功吸引了几位路过的小年轻 这家以前口味一般般啊 怎么今天看起来这么好吃啊 对啊 我记得以前不是这个师傅 是不是坏人啊 要不我们来几串试试吧 在美味的吸引下 小店门口的桌子 很快被食客们做得差不多了 前面有几个卖烧烤的摊子 搁几个要不要去撸几串 好啊 好久没吃烧烤了 这边的烧烤还是不行 我知道城中心的美食街 有一家特别好吃的 改天带你们去尝尝 对 学校旁边没有特别好吃的烧烤 还是换个别的吃吧 等等 那个人不是白老板吗 真的是白老板 可是他怎么出来卖烤串了 虽然白老板的蒸饺和炸鸡 确实好吃 但是烤串和这两个 毕竟不一样 而且我看老板烤串的手法 也不像其他师傅那么熟练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会烤烤串和烤的好吃是两回事 再说这烤串的味道 闻起来香得很累 想那些干嘛 白老板的烤串 我已经不涂味道了 就涂个新鲜 全当是给老板捧场了 老板 来五把烤牛肉 五把五花肉和烤牛筋 还有三份土豆和蒜香烤馍 再加一份烤茄子 好嘞 请稍等 原来是你们几个家伙呀 真巧啊 白老板 你怎么跑来这边卖烤串了 也不在群里通知我们一声 这摊子是周老板的 我只是来帮一下忙 几人找位置坐好后 杜文硕就迫不及待的往食客群里发了一张白老板在烤炉前烤串的照片 不是 白老板怎么转行卖烧烤了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白老板在哪里卖烤烤啊 我现在在家里都快缠风了 就在步行街的一家小店 目前人还不多 要吃得赶紧来 放下手机后 杜文硕几人刚点的东西就开始陆陆续续上桌了 没想到白老板的烤串这么有模有样啊 样子是过关了 就是不知道口味如何 烧烤最讲究的就是火候 烧不留神就会烤老或者烤柴 好不好吃要尝过才知道 兄弟们等着 我先给你们打个样 牛肉烤得恰到好处 外焦里嫩 一口下去 独特的肉香气瞬间充斥整个口腔 让人欲罢不能 真没想到白老板烧烤的手艺也能这么好 三人健壮后蝉虫大作 纷纷抓起桌上的烤串就是一通疯狂的啃食 一阵毫无节操的鬼哭狼嚎后 桌上的烤串全被几人吸食的一干二净 不过瘾 根本不过瘾 对啊 这么好吃的烤烤是怎么吃也吃不够啊 时间不早了 明天还要上早八呢 这样吧 我们找白老板打包几份 带回宿舍吃怎么样 好主意 几人提着烧烤 刚离开不久 群里收到丰盛的食客们 就陆陆续续地赶到了烧烤店 因为桌椅有限 很多人还在路边自觉地排起了长队 此时的小店不能说热门 只能说火爆 而周烤看着眼前壮观的景象 激动得差点连尿不湿都尿湿了 这真的是我那个精英惨淡 无人问津的小店吗 老板 别在那发呆了 快点给大家上烤串吧 yes sir 怎么感觉现在他才是老板 而我却成服务员了 随着前来吃烧烤的人不断增加 小店的营业额也在飞速地攀升着 营业额加233 营业额加386 营业额已达到2000 任务已完成 与此同时 小店里的食材也正好全部用光了 大家得知消息后 只能落寞地各自散去 饶哥 不是说带我们来吃烧烤吗 我们还没吃到呢 这烧烤店怎么就说没东西了 依我看 他们是不想卖吧 这老板是新来的吧 有点不识抬举啊 眼前这位绑大妖元的家伙 是附近无所事事 整天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平常仗着自己人高体壮 专挑一些老实的商铺老板来欺负 而且还以认识叔叔为理由 找附近的小摊贩收取保护费 老板 来点烧烤 有啥上啥 不好意思 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卖完了 什么卖完了 你是不想卖给我们吧 是不是怕我们吃完不给钱啊 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进里面看看 洪大饶没有理会粥烤 眼睛直勾勾盯着临桌的两个女孩子 哟哼 好大一桌烤串啊 你们两个小姑娘家的知得完吗 要不我们一起拼个桌 帮你们吃一点怎么样 老板 来五瓶啤酒 对不起 我们不喝酒 我们走吧 小姑娘 别急着走啊 你这么漂亮 和我们喝几杯又怎么了 你们在这儿 我可要报警了 哼 我约你喝酒是给你面子 你还想着报警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 想吃罚酒啊 告诉你 想和我们饶哥喝酒的女人多的是 你都排不上号知道吗 说完 几人就朝着两个小姑娘 一步一步的逼近 这三个家伙太无耻了 不行 我看不下去了 去什么去 那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你看其他人有上去帮忙的吗 小心上去忙没有帮到 自己还爱顿揍 围观的群众很清楚 红大饶的为人 所以大家都不敢上前阻拦 不用看了 没有人会帮你的 今天你就乖乖的跟我回家斗地主吧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这里可是我的店铺 你的店铺又怎么样 怎么了 是不是想英雄就没啊 趁我没发火之前 哪凉快哪待着去 说完 红大饶就抓起李秋云的手臂 向前拖拽 你快放开我 不然我喊救命了 喊吧 就算你喊破喉咙也没有人敢来救你的 到底是哪个王八毒子敢用尿泼我 出来丹田 不好意思 今天有点上火 你小子胆挺肥啊 竟敢用这玩意锅我们饶哥 我看你是活灭外了 连我们的事你也敢管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单纯的想帮你们大哥行行酒 一个破卖烧烤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知道你是谁 也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法治社会里 任何人都不许胡作非为 好小子 今天我不教训教训你 你就不知道你大爷我有几条腿 怎么可能 这小子竟然 饶哥 要不要帮忙 都不要动 我已经把你们的所作所为全部录下来了 而且我还报了警 洪大饶 你当街欺负小姑娘还敢动手打人 我看你是想蹲橘子了 没错 平时就喜欢欺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告诉你 大家是怕你那个有背景的哥 又不是真的怕你 今天居然还出手打人 这是不能这么了了 洪大饶几人本来就是欺软怕硬的货色 本想色力内忍地吓下众人 却发现被激起怒火的民众压根不吃这套 谁打人了 这里有人受伤了吗 你就别狡辩了 如果不是我这位兄弟身手敏捷 接住了你那一记重拳 现在他早就躺在地上了 喝了点马尿就跑出来调戏小姑娘 真是无法无天了 没多久 接到报案的叔叔火速赶来 并带走了洪大饶几人 小子 你给我等着吧 兄弟 今天真的是多谢你了 说好的三百块工资 我等会就转到你的支付宝上 我也不拐弯抹角 今晚吃过你的烧烤之后 我发现我真的没有烧烤的天赋 所以那个店我不准备做了 反正开了这么久都是只赔不赚 就是有个小小的请求 以后你每天做的饭能不能给我留一份 我可以付火食费的 当然可以啊 我以后估计还会在学校门口摆摊 到时候会给你留一份的 谢了兄弟 支付宝到账一万零三百元 一个月一万的伙食费 有钱人就是任性啊 我今晚是喝了点小酒 但是我真的没有打到人 这个事情我暂时不想追究 我听说你小子在外边借我的名头做威作福是吧 不是吃霸王餐就是收保护费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表哥 我手底下几十号人也要吃饭的 我不这样做的话 根本就养不活他们 我不管你要养多少人 反正以后少给我找麻烦 不然别怪我发脸不认亲 知道了吗 好的屌哥 臭小子 这一切都怪你 别得意 这笔账我一定会去找你算清的 炸鸡五十五元一份 这不是在抢钱吗 就是啊 人家肯德鸭都不敢卖那么贵 他一个摆摊的居然这么黑 白大没有时间搭理他们 因为他知道还有不到两分半的时间大学生们就下课了 所以他要提前把炸鸡做出来 快看 是白老板 白老板 你怎么不在美食街那边摆摊了 我们刚准备过去找你呢 没办法 我两天没去那边摆摊 位置都被人占了 白老板 你终于开始卖杂技了 快快快 快给我们美人来一份 不是 这五十五块竟然能买这么多啊 白老板 我们又见面了 是你啊 原来你也在这所学校念书啊 谢谢你那天出手帮我们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那没什么 举手之劳而已 你如果真想报答我的话 就帮我买一杯奶茶吧 正好我这新品奶茶还没开张呢 那给我来一杯大杯的吧 觉得好喝的话 记得帮我在学校里宣传一下哦 没问题 此时正值中午饭店 再加上之前炸鸡在学校里打响的知名度 没多久 白大准备的五十多份炸鸡就已经卖完了 而奶茶却只卖了不到一半 慢慢来吧 毕竟是新品 很多人连名字都没听过 也难怪人家不敢买了 李秋云回到宿舍后 随手将刚买的茉莉奶茶放在桌上 然后转身就进了卫生间 热死了热死了 这鬼天气简直要人命啊 快看 白老板就在那边 姐妹们快冲啊 老板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收探走了 快 快给我们一人来一杯大杯的奶茶 几个妹子拿到奶茶后大口大口的稀释起来 茉莉的芬芳如同春天的微风轻轻拂过舌尖 奶茶的丝滑则像是温暖的阳光 缓缓地流淌在心田 每一口都是一次陶醉 仿佛置身于茉莉花海中的甜蜜梦境 当奶茶划过喉咙的一瞬间 仿佛时间都静止了 茶香与奶香交织在一起 如同一场梦幻的舞会 在舌尖上绽放出绚烂的光彩 一口下去 打住 不要再形容了 不然粉丝们又说我水视频了 总之就是 太好了 这奶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 怎么可能有那么好喝 这些人肯定都是老板过来的托 要不我们拼一杯来尝一下吧 就算不好喝 也不会亏太多啊 于是 路过的行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全都朝着白大的摊子围了上去 原本还剩大半桶的奶茶 眨眼的功夫就都受你空了 丁 新任务开启 主线任务 请宿主从明天开始 通过贩卖美食来获得至少150点顾客好评点数 时间不限 地点不限 所受美食不限 主线任务完成后 奖励一间美食商铺 附加任务 获得80位回头客 并要求有8位回头客的职业为警察 完成附加任务 将获得额外奖励 奖励内容由抽奖刑事决定 美食商铺 按照这海勤式的房价 商铺的价格几百万都是保守了 这真的是颇天富贵啊 这边的人流量好像不大 但是为了那8个叔叔的回头客 也只能把摊子摆在这里了 不是 这小子这么用的吗 竟然敢在派出所门口摆摊 老板 你这炸鸡和奶茶怎么卖的 炸鸡55一份 奶茶小杯15 大杯20 有点小贵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给我来一份炸鸡尝尝味道吧 好嘞 请等我两分半 老板 这边人这么少 你怎么不去人多的地方摆摊呢 我的店铺还在筹备 零食在这边练练手 要是你觉得好吃的话 等店开业了 欢迎来光顾哈 这味道不错 怪不得这老板敢卖这么贵 实在太满足了 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炸鸡 老板 再给我打包两份炸鸡 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同事们尝尝 还有 等你开店之后 一定要告诉我呀 我肯定会去给你捧场的 OK 什么情况 摆摊竟然摆到派出所门口来了 欢迎警察叔叔 请问您要来一份炸鸡吗 我感觉我们两个人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吧 叫叔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误会了 警察叔叔只是个尊称 并不是说你老 人家卖早餐的都在前面几十米远的地方摆摊 而你倒好 直接把摊子摆到我们派出所门口来了 你是咋想的 主要是那边摆摊的人太多了 我一个新来的抢生意 抢不过他们 而且我正筹备开个小店 所以临时在这边摆几天 放心吧 不会给咱派出所添麻烦的 好吧 其实也没啥麻布麻烦的 你们也是讨个生活 做得好吃就行了 闻起来挺香的 快 炸鸡粉奶茶赶紧给我各来一份吧 上昭云拿到食物后 就匆匆地返回了派出所 好狂妄的家伙 竟然敢在公安局门口摆摊卖早餐 可是刚才那位警察为什么不去赶他 反而还光顾了他的小摊呢 我觉得这老板肯定跟警察是亲戚 嗯 有道理 这炸鸡的味道真是绝绝子啊 我的乖乖 老尚 你这是在哪儿买的 怎么不多买几份 根本不够吃啊 对对对 就在咱派出所门口 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好吃 要知道的话 我肯定会多挣几份回来了 就这手艺 每个十年八年的水平 根本砸不出来啊 对对对 此刻的上昭云突然觉得有点自豪 毕竟如此宝藏的早餐摊 是他第一个发现的 不行 我要再去买点 你们还要不要了 给我带一份 我也要一份 再加一杯大杯的奶茶 好 都给我等着 然而刚跑出大门的王若薇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老板 给我打包两份炸鸡 和两杯大杯的奶茶 我要一份炸鸡 老板麻烦你快点 老板 我的奶茶好了吗 唉 医生 我感觉我好像得病了 别急 你有什么症状说说看 我有些时候看到某些东西 会出现不好的症状 会心悸 感觉情绪低落 想哭又哭不出来 而且整个人会变得无金打产 特别是上班的时候 那你说说你具体是看见什么了 嗯 主要是我看了我的银行卡余额就这样了 每次我都睡不着觉 我查过了 精神疾病很多都是这种表现 瞅你说的 好像我看到银行卡余额就不难受一样 你多虑了 你这只是单纯看见自己余额太少导致的焦虑 检查也是浪费钱 还不如在有不良情绪的时候 做些高兴的事情 比如吃点美食 就好像这个炸鸡 你吃了之后肯定会心情大好 炸鸡 真的吗 老板 我可等到你了 警察同志 今天是你来给大家带饭吗 不用带了 我那几个同事被临时调动到夜班去了 昨天的炸鸡没吃过盐 也不知道你几点过来 所以我早早就出来门口等你了 这样啊 可是我今天不卖炸鸡 改卖汤圆了 不知道你吃不吃的习惯 可是我就吃了一顿炸鸡而已啊 怎么就不卖了呀 因为我打算开个小店 所以想多尝试一下各种不同的食物 可是这种季节吃汤圆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呀 而且汤圆又甜又腻的 说句实话 我打小就比较抗拒吃着玩意 那是因为你没吃过我做的汤圆 不然你早就爱上它的味道了 不都是糯米皮子里面裹着芝麻糖或者花生馅的吗 难道你做的汤圆和别人的宇宙不同 你可以先尝一个 觉得好吃的话你再买 这 这汤圆怎么是芒果味的 是的 你吃的那个是芒果馅的 这也太出乎意料了 我从未想过汤圆还能有芒果馅的 而且这口感清清香甜 完全打破了我对传统汤圆又甜又腻的印象 另外我似乎还尝到了一股很鲜的牛奶味 别人一般都是用白开水和的面 而我却是以新鲜的公牛奶代替了白开水 这样做不仅能提升表皮的丝滑Q弹 还可以额外增加汤圆整体的香味 牛逼 老板 你还有其他口味的水果馅汤圆吗 还有草莓馅 蓝莓馅 以及榴莲馅的 我的天哪 居然还有榴莲馅的 老板 快给我来两碗 真的太满足了 老板果然没骗我 这汤圆吃再多都不觉得腻 反而越吃越上瘾 老板 你这手一开个店面生意肯定会火爆 我要不是当了警察 我高低都要给你当个学徒打下手 只要能混上一口饭吃就行了 其他的就看造化了 就在两人交谈盛欢之时 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被汤圆的香气吸引了过来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这次老板新做的水果馅汤圆 味道可好了 你们也来一碗藏藏 汤圆啊 现在这个季节吃会不会有点奇怪呢 而且它除了甜腻之外也没什么好吃的 吃多了还容易发胖 可是警察叔叔不会骗人的 再说这个味道闻起来真的很香 要不我们两个就只吃一碗 如果不好吃的话我们就把它倒掉就是了 天啊 这汤圆怎么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啊 哦 不一样 是不好吃吗 不是 是不一样的好吃 软糯的外皮和香甜的水果馅料完美融合 不仅口感爽滑 而且还甜而不腻 真的太让人惊喜了 切 哪有又甜又不腻的汤圆啊 你这是怕自己吃不完 想骗我帮忙吃的吧 放心好了 我会帮你的 但是我最近在减肥 所以我只帮忙吃一个 剩下的你自己摆平 好好好 求之不得呢 不是 这真的是汤圆吗 谁家好人的汤圆用草莓做馅料的 而且还做得这么好吃 刚才说好的 你只负责吃一个 有这样说过吗 我不记得了 老板 你的汤圆让我充满了力量 今天我有个抓捕小偷的任务 如果抓到了小偷 那可都是你的功劳了 还没等白大回应 王若薇就朝着火车南站的方向飞奔而去 春河路派出所正门口 这是个什么地址啊 咦 真的有人在派出所门口摆摊啊 这么看医生给的地址确实也没错 小伙子 你这汤圆做的是真好吃啊 对啊 年纪轻轻厨艺就这么了得 做菜肯定也有一手吧 也还行吧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谁要嫁给你那不享福了 天天可以吃好吃的 我说孙大妈呀 你自己儿子都担着身呢 你还张罗着给人家小伙子介绍对象 小伙子你别听她的 你李大妈这才真有好姑娘介绍呢 老板 昨天你不是卖的炸鸡吗 怎么今天改卖汤圆了 经过白大的一通解释后 苏珍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要了一份汤圆 然后不行十分钟来到了公司 珍珍 你今天来这么早啊 那给你一根油条 不用了 谢谢 我今天买了一份汤圆 是医生让我买的 什么 这医院不开药 开什么汤圆啊 你该不会是碰见什么新型诈骗手段了吧 医生说我没什么问题 就是压力大了点 只要吃点美食开心一下就好了 然后给我介绍了这个 嗯 还挺香的 可是这么甜腻的食物 大清早的你能吃得下吗 那个老板说 这些汤圆都是水果馅的 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糖分 所以应该不会很腻吧 终于出现了 今天我看你往哪跑 不许动 双手抱头 好小子 竟敢在我眼皮底下行窃 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擦智南飞 没想到你这两条小短腿 倒腾起来还挺快的嘛 不过今天碰上我这个小学短跑冠军 你可就要倒大美了 不错啊 兄弟 想不到你竟然这么能跑 嘿嘿 知道我这么能跑的诀窍是什么吗 这还有诀窍呢 今天早上我吃了两碗派出所门口卖的汤圆 那味道可好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吃完后浑身充满了力量 回饺也比以前利索很多了 这么神奇的吗 改天我也要去尝尝 宿主今日营业完毕 开始结算 前面两个数据还行 就警察回头客这一项比较难倒 不过三天内应该也能完成任务吧 不知道到时候系统会给一个什么样子的店铺呢 嘿嘿 这小电影是真看不得啊 激动了一整晚 根本睡不着啊 凌晨三点多的大街上 除了已经开始工作的环卫工人以外 基本上看不到其他的人影了 老板 这还不到四点你就出摊了 一言难尽啊 几位警官都吃早餐了吗 要是没吃的话 我待会做好了给你们送进去啊 不用了 我们还有事 下次吧 好嘞 你们辛苦了 就在白大以为这个时间点不可能会有生意的时候 一个满脸通红浑身散发着酒气的年轻人来到了小摊前 我没眼花吧 这才几点啊 就有人出来卖早餐了 老板 你这汤圆好不好吃啊 给我来一碗尝尝 这一锅马上就好了 你稍等一下 老板 你卖汤圆开心不 还算开心吧 每天干活都有收入 也不用担心被裁员 白大云淡风轻地回应着对方 殊不知眼前这个略带罪异的男人是个富家子弟 名叫肖关红 从小衣食无忧的他 整天除了吃喝玩乐就是玩乐吃喝 我连一个街上扫地的阿姨都比不上 起码他们对社会是有用的 玩我却是一个只知道想饿一事无成的废物 从来没吃过这种街边小摊上的食物 不知道味道如何 一个汤圆入口后 肖关红的味蕾迅速被打开 此时的他就像是饿了几天没吃过饭一样 对着汤圆狼吞虎咽了起来 这家伙不会是只喝酒没吃饭吧 不是才三点多而已怎么就有人出来晨跑了 卧槽 听说你这汤圆好吃啊 没想到这么早就出汤了 快给我来两碗吧 你不是在晨跑吗 这么快就结束了 老板你愿不愿意去我家当厨师 你就吃了一碗汤圆就敢让我去你家做厨师了 对啊老板你这手艺真不错 肯定还会很多其他美食吧 会倒是会一点 但是我过两天准备自己开个店 所以没办法上你家做饭了 那太可惜了 不知道老板你去哪开店呢 具体位置还没定下来 老板你这汤圆真的名不虚传 实在太好吃了 你帮我打包一份 我要带回去给我那婆娘尝尝 随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前来买汤圆的人也渐渐越举越多 老板老板我昨天吃了你的汤圆之后一天下来就抓了八个小偷 你说我厉不厉害 王警官那都是你的能耐 跟吃不吃汤圆没什么关系吧 不是的你这汤圆真的好像有魔力一样 吃完后整个人瞬间活力四色 偷偷告诉我你是不是在里面加了什么料了 我说小伙子你抓贼是挺厉害的 但就算你把全世界的小偷都抓完了 也不能插队呀 老太婆我可是排了半个小时才排到这儿的 阿姨你误会了 我就是想跟老板说说话 没有要插队的意思 阿姨别生气哈 此时刚上完夜班 正准备出来买早餐的上昭云和刘震走出了派出子 这天才刚亮起来 怎么就有那么多人在排队了 是啊 等轮到我们的时候估计都卖完了吧 那不是王若薇吗 我们去找他帮忙应该能买到 听说你小子昨天抓了八个 看不出来你还挺能啊 嘿嘿 还行吧 主要是这汤圆的功劳 立了这么大的功 请我们吃一个早餐不过分吧 没问题 你们到所里等着我就好了 恭喜宿主完成主任务 获得美食店铺所有权 店铺地址 星辰北路100号 附加任务已完成 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星辰北路 那可是海情市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啊 等我把奖抽完之后 就立刻出发去看看 既然点赞了 mur advoc 谢谢观看